电力是现代社会和国民经济运行的最重要保证 煤电就只有退回去如毛饮血 赤裸裸地奔跑 近日 央视新闻曝光了中国的自主研发 一所二氧化碳排放装置 该系统已正式运行 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故事 据报道 目前世界上除了少数风光等发电技术之外 绝大多数发电都要利用倒水这个工具 即使声名赫赫的核能发电也不例外 和火力发电一样 核能发电也离不开用水来做 公制核能产生的热量 把水加热为高温高压的水蒸汽 再推动发电机组来发电 不管是陆地上的核电站 还是舰船上的核电堆 其原理莫不如此 不管是在火电站还是核电站 都能够看到巨大烟囱 用来冷却水的冷却塔 使水能够得到循环利用 保证节约用水 随着新的发电技术的出现 以后在发电厂 就看不到大的冷却塔了 因为用来转换热能到机械能的工制 不再是水 而是二氧化碳 12月8日 华能集团正式官宣 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参数最高 容量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 循环发电试验机组 完成72小时试运行 正式投运 满负荷运行期间 最高温度600摄氏度 最高压力20兆帕 发电功率5兆瓦 系统各项指标 全面达到设计要求 实现高标准安全稳定运行 世界上的物质 随着温度和压力变化 呈现出固态 液态 气态三种形态 如果把处于气液平衡的物质升温加压 热膨胀 会引起液体密度减少 压力升高 气液两向界面消失 成为军香体系 这个点就成为临界的流体 温度和压力超过临界点 气液性质就会趋于近视 具有极为独特兼具 气体和液体的物理特征 年度的密度大有良好的流动 传制传热和溶解性能超临界二氧化碳 循环发电就是利用这一性质 把水彻底打入了冷宫 因为比起用水来做公质 它具有四大优势 一是体积小 仅相当于蒸汽机组的25分之一 超临界二氧化碳密度 为0.448克每立方厘米 是超临界水0.32克 每立方厘米的1.4倍 从而带来更高的传输效率 并减少所需的涡轮急速 大大缩小整个机组的体积 相同装机容量的 二氧化碳发电机组 体积只有蒸汽机组的25分之一 大致相当于一辆轿车 和一节火车车厢 只比这对舰船来说尤其重要 特别是航空母舰 可以极大的减少核电系统的体积 提高船舶的整体性能 二是效率高 发电量提高3%至5% 超级临界循环 二氧化碳没有向电 能有效降低压力值 增加发电量 据测量温度在600度以下 它的发电量比蒸汽机组 高3-5个百分点 第三的污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降低10%部分 温度在370-4度之间 极限压力22.1米T 科尔的临界温度 只有31.26摄氏度 只有7.29兆帕的临界压力 可说你是以极大的减价 这样就可以节省燃料 减少废物排放量 四是调风容易 可实现0%至100% 全负荷掉水的临界条件较高 在用电风骨叉大时 电网的调风幅度和难度较大 以我国形台电厂8号机组 国产200MW为例 一个调风周期在8个小时左右 为节省时间 还需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和压力 升速至满负荷运转 最快都需要90分钟 一次调风经济损失为92吨标准煤 而二氧化碳的临界条件 低调风容易 可实现0%至100%全负荷调风 自2014年起 华能在没有任何相关借鉴技术 和经验的基础上 花了整整7年时间 成功功课的包括循环系统 构建等多个环节的 关键科学技术难题 自主设计制造的 包括超临界二氧化碳锅炉等 多个关键装置 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达到了100% 申请专利超过了400项 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发电烧煮的就是水 中国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 发电机组的成功能 把水这一工制彻底打入冷宫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